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珠穆朗玛峰上的那些尸骨 尽数彰显着自然的无情 同时也在昭示着人类不畏惊险的精神 攀登珠穆朗玛峰的这条路上 那些探险者从未想过退缩 前段时间 新开播的电影《攀登者》给珠穆朗玛峰蹭了一大波热度 不知道大家在观影的时候有没有发现 在第二台阶处居然有个梯子 这个梯子究竟是谁搭的呢 众所周知 珠穆朗玛峰位于中国和尼泊尔的边界线内 当年一时之间不好区分其到底属于哪个国家 当时尼泊尔为了把珠峰抢到手 于是就先于我国登顶珠峰 这么一个世界瑰宝 中国自然是不想拱手让人的 此后中国便开始了登山计划 终于在1960年成功登顶 但是这一路登山员们遇到了许多艰难险阻 尤其是在上第二台阶的时候 因为所带物质匮乏 登山员们只能依靠队员的肉身前进 15年后 中国人又重新计划登峰 但是这一次大家都是有准备的 上一次的教训让登山员们意识到靠蛮力是不可取的 于是这一次准备出发的时候 他们便带了登山梯 然后经过登山梯的帮助 他们果然成功又快速的第二次登顶 中国的登山员们下山之后 并没有把登山梯带走 而是直接留在了第二台阶给无数攀登者俯路 大家对于珠穆朗马峰又有一种什么样的情怀呢 有没有想过去征服他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别忘了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